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美国陷阱》 副标题是如何通过非商业手段 瓦解他国商业巨头 2019年5月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就华为遭遇美国禁令的问题 接受美国蓬勃电视台的采访 事后披露的采访照片中 任正非的办公桌上正摆着这本《美国陷阱》 这本书于是一时间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这本书的作者叫弗雷德里克·皮耶鲁奇 曾经是法国能源和运输巨头 阿尔斯通公司的高管 2013年他在去美国出差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逮捕 他被捕的原因是2003年 发生在亚洲的一起阿尔斯通行贿案 皮耶鲁奇是知情的高管之一 他在美国被投入了关押暴力罪犯的监狱 一共关了两年多 出狱后几乎一无所有 与此同时 阿尔斯通公司也面临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以及高额罚款 就在他受刑期间 一笔交易却在悄然达成 美国巨头企业通用电器 成功收购了阿尔斯通的主要业务 吃下了这家企业70%的份额 在皮耶鲁奇看来 这场收购是一场以法律为武器的地下经济战 是典型的美国陷阱 2019年1月 皮耶鲁奇在法国首次出版了美国陷阱这本书 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皮耶鲁奇的字数 被逮捕的时候 皮耶鲁奇45岁 已经在阿尔斯通工作22年 出事前他刚被提拔为阿尔斯通下属电厂的 锅卢布的全球负责人 手下有4000多名员工 当时阿尔斯通还在和中国上海电器集团 讨论成立一个合资企业 已经定了将由他去担任负责人 但这一切在2013年4月14号那天戛然而止 那本是一次普通的出差 但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时 空姐在广播里叫到了他的名字 就这样 西装革履的皮耶鲁奇在半睡半醒之中 被两三名穿着制服的人靠上手铐带走了 他被塞进警车里 带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一间会议室里 一位检察官告诉他 他被指控参与了一起行贿案 那是10年前阿尔斯通在印度尼西亚的 一个发电站项目 他们涉嫌向一位印尼议员行贿 而皮耶鲁奇是知情的高管之一 这起行贿案还得从2000年初说起 当时阿尔斯通公司在印尼为这个项目竞标 要想成事就必须找到跟印度尼西亚政府有关的中间人 阿尔斯通一共找了三个中间人 而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 正是通过第三个中间人 阿尔斯通贿赂了印尼能源委员会的一个议员 很长时间以来通过行贿官员拿到订单 对很多跨国企业来说是常规的灰色操作 法国甚至一度允许企业将雇佣中间人的费用抵税 也就是说行贿外国官员在法国的法律框架里是被默许的 根据皮耶鲁奇的介绍 在阿尔斯通内部雇佣中间人也有一套流程 雇佣一个中间人至少需要13个人签字 而超过5000万美元的交易需要上报集团总部知会CEO 在印尼行贿项目中皮耶鲁奇就是签字人之一 另外为了撇清直接关系 阿尔斯通还在瑞士成立了子公司 负责提供伪造的服务证明和支付部分佣金给中间人 然而这次阿尔斯通撞到了美国人的枪口上 因为美国人有一个反海外腐败法 这个法律禁止个人和企业向国外的公职人员行贿 但这个美国法律的管辖对象不光是美国公司和美国人 任何外国人和企业只要和美国发生了一点关系 比如在美国上市 甚至用美元计价 用设置在美国的服务器发邮件 美国司法部都可以管 而阿尔斯通不仅有笔雇佣中间人的费用 是通过美国子公司支付的 还曾有部分融资在美国进行 美国司法部逮捕皮耶鲁奇 也是掌握了两方面证据 一方面他们抓到了印尼项目中 一个阿尔斯通职员和一个中间人 他们供出了皮耶鲁奇 另一方面 大量阿尔斯通内部邮件显示皮耶鲁奇对此事知情 皮耶鲁奇被捕后 检察官开门见山的给了他两种选择 一是跟美国司法部合作 提供阿尔斯通的行贿证据 二是走法律程序 当时皮耶鲁奇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不假思索的拒绝了合作 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写道 我没有欺骗谁 也没有伤害谁 更没有接受一分钱的回扣 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更何况 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 阿尔斯通内部流程进行的 他相信阿尔斯通一定会迅速把他解救出来 在被捕的第一时间 他的确也得到了公司法务总监卡尔的承诺 第二天一早就把他保释出来 但皮耶鲁奇显然低估了这场危机的力度 实际上他前后一共在美国的监狱里 蹲了25个月 他被关押在一个叫做怀亚特看守所的地方 这个看守所远看是座普通的行政大楼 近看却像一座石头棺材 没有窗户 只有15厘米宽 80厘米高的小缝隙 看守所四周布满铁丝网 只有装甲车进出 这几乎是美国安保级别最高的监狱 关押着来自各州的头号危险罪犯 牢房只有11平方米 三人同住 屋里的厕所没有格挡 他的两个育友 一个是制造假信用卡的赌徒 另一个是吸毒贩毒的瘾君子 刚进去时 皮耶鲁奇彻夜难眠 他被指控犯有十项罪名 包括密谋行贿罪 密谋洗钱罪等等 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 他将一共被判125年 阿尔斯通找到了一家美国律所 给他委派了两名律师 他建议律师做无罪辩护 向阿尔斯通索要证据 说明自己 只是在按照公司规定做事 但律师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他突然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 这等于要拉更多阿尔斯通高管下水 他又让律师 从法院掌握的证据中寻找线索 可律师说 检察官寄来的卷宗 有150万件物证 包括阿尔斯通高层 近14年来的往来邮件 和卧底获得的音频资料 把这些材料看完 至少需要三年 律师费高达几百万美元 律师建议他认罪 这样就可以跟法官 争取到最低量刑 预计是六个月 而不是理论上的125年 但皮耶鲁奇并不死心 他自始至终相信 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而已 不过很快 他就选择了屈服 因为他的精神 快被看守所摧垮了 从被捕起 他就提出保释申请 希望能离开看守所 然而检察官一次次的抬高价码 从190万美金的保释金 增加到需要一位美国公民 为他做房产担保 又增加到需要两位美国公民 做担保 每当他和家人 把保释所需要的东西准备好 检察官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让他非常崩溃 看守所里的日子 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没有手表 没有电脑 没有飞机 没有会议 什么都没有 皮耶鲁奇隔壁牢房的一个囚犯被强奸 有一名囚犯自杀 囚犯之间经常拿着刀具斗殴 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 是一个月能不能吃上三顿鸡腿 或者下周日会不会发一小罐冰淇淋 2013年7月 在被关押100天后 皮耶鲁奇签署了认罪协议 2014年6月经过14个月的牢狱生活 他的保释申请被批准了 此时他瘦了40斤 穿上自己以前的西装显得十分滑稽 保释两年后他被判有期徒刑30个月 检察官认为 皮耶鲁奇在此案中谋取了私利 而据皮耶鲁奇自己的回忆 这个所谓私利是他因为参与这笔项目 而获得的700美元奖金 这一次他被关在美国另一个地处偏僻的改造中心 由于他表现良好 又减去了之前已经在看守所服完的刑期 2018年9月9号他终于出狱 至此他在美国的监狱里 一共待了25个月 距离在肯尼迪机场被捕算起 这场噩梦持续了5年半 回到法国以后 他不得不面临失业的问题 经历了这样一场官司 他不可能再找到与原来职位和薪资相匹配的工作 于是他选择自己创业 为法国公司做国际反腐败问题的咨询 因为从还在看守所的时候起 皮耶鲁奇就反复复盘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还研究了上千页的反海外腐败法的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 皮耶鲁奇逐渐得出结论 整个事件都是一个巨大的美国陷阱 他自己和阿尔斯通都掉了进去 先说他个人的陷阱 他觉得自己成为了公司的弃子和替罪羊 其实还在看守所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自己可能要被公司抛弃了 在他被捕之后 他服务了22年的老雇主阿尔斯通 就越来越令他心寒 公司没有人主动联系他 没有人来监狱看望他 2013年9月 在他签署认罪协议的两个月后 阿尔斯通给他发来了解雇邮件 理由竟是长期矿工 扰乱公司管理秩序 公司只支付他的律师费 到签认罪协议当天 此外 皮耶鲁奇认为 自己之所以会遭遇这场牢狱之灾 根本原因在于 阿尔斯通公司 对于美国司法部调查的不配合 原来在他被捕的三年多前 美国司法部早就开始了 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 司法部发现 从2000年到2011年间 阿尔斯通以贿赂政府官员 伪造会计账簿的方式 总共支付汇款7500万美元 获得了世界各地价值40亿美元的项目 皮耶鲁奇还发现 过去十年里 阿尔斯通及其子公司 在十几个国家因为涉嫌腐败 被起诉和判罚 两个子公司还被世界银行 列上了黑名单 只是这一次 他们落进了美国人的手里 律师向他透露 美国人在阿尔斯通的核心部门 安插了眼线 这个人将近65岁 多年来 他的上衣兜里都藏着一支录音笔 记录下大量同事件的对话 通常来说 在取得行贿证据之后 美国司法部会跟涉案企业联系 要求企业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 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 必要时揭发自己的雇员 还要允许在公司里 安排一个监督员 这个监督员的任务 是连续三年向美国司法部 做出汇报 如果签署这个协议 企业通常会被罚款 但一般不会有管理人员被捕 在阿尔斯通之前 有两家法国企业 通过这种方式 支付了3.98亿美元 和3.38亿美元的罚款 在面对美国司法部谈判时 99%的企业 会选择与美国司法部合作 承担罚款 比如在印尼 与阿尔斯通合作过的 日本公司 玩红诸事会社 他们一样因为雇佣中间人 被美国司法部盯上 但他们没有人被逮捕 因为被美国司法部发现后 日本人马上签署了认罪协议 他们的态度可以概括为 啊 我们被抓了个正着 好吧 我们愿意认错 也会乖乖出钱 但是不会打开门 让你们的人 来调查我们的全球业务 避免在其他项目上也被定罪 皮耶鲁奇 研究了反海外腐败法的数百个案例 只有两例选择反抗 把诉讼程序进行到底 但阿尔斯通却选择了第三条路 就是假装配合 2010年 美国司法部就找到了 阿尔斯通公司的CEO伯克龙 但他只是非常愤怒 置之不理 在当时法务总监的劝说下 公司才请了一家华盛顿的律所 进行美方要求的内部审计 但伯克龙觉得 这只需要找个项目出来 走个过场就行 没想到这家律所 真的进行了深入的内部调查 并强烈建议他 尽快和美国司法部合作 伯克龙觉得这家律所 好奇心过重 胆大妄为 他做了一个冒进的决定 解雇了这家律所 又辞退了这位法务总监 然后就把这件事拖了下来 这种态度激怒了美国司法部 一位司法部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 直到2013年开始 追捕包括皮耶鲁奇在内的 四名阿尔斯通高管之后 阿尔斯通才开始真正的合作 皮耶鲁奇在书里写道 在和美国司法部 须于威夷三年后 公司决定牺牲他 向美国证明诚意 可以说这是针对他个人的陷阱 那为什么说 阿尔斯通也掉进了陷阱呢 皮耶鲁奇认为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和对他的逮捕 是为了向阿尔斯通施压 好帮助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 收购阿尔斯通的电力部门 这笔收购案是在2014年4月24号 向外公布的 阿尔斯通以大约130亿美元的价格 把自己所有的电力部门 卖给主要竞争对手 通用电器公司 这些业务的收入 占到了阿尔斯通收入的四分之三 得知消息的时候 正在监狱中的皮耶鲁奇目瞪口呆 他记得几个月前 因为资金流动性紧张 伯克龙打算把阿尔斯通20%的运输部门 出售给俄罗斯 还准备和中国合资成立能源设备公司 但是现在 他却突然要把公司重要的电力和电网部门 卖给美国人 简直是疯了 而且这场交易的谈判 是以非常私密的方式进行的 直到媒体宣布消息之前 法国的官员甚至阿尔斯通的绝大多数员工 都不知道这件事 伯克龙只告诉了法务总监和电网部门负责人 那他为什么认为 这笔收购交易 与美国对阿尔斯通的司法威胁 有很大关系呢 我们总结下来 他在书中主要讲了以下四点依据 第一点 他发现了时间线上的巧合 每次公司有高管被起诉或者被捕 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或者通用电器的谈判 似乎就向前推进了一些 比如皮耶鲁奇被逮捕的第二天 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卡尔就去了华盛顿和美国司法部谈话 2013年7月 皮耶鲁奇认罪 公司副总裁霍斯金斯也在同月被起诉 4月 阿尔斯通与通用电器的私下谈判就开始了 2014年4月23号 霍斯金斯被逮捕 第二天通用电器与阿尔斯通宣布达成交易 最后 2014年6月 就在阿尔斯通管理层签字同意将资产出售给通用电器的同一周 皮耶鲁奇的保释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 此时 他已经在监狱里等了14个月 第二点 通用电器和美国司法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从人员流动来看 通用电器时常会向转行困难的美国检察官 提供合规管理部的管理岗位 截止2014年 已经有15名检察官跳槽去了通用电器 并且在过去 也有公司在被通用电器收购的同时 面临美国司法部关于腐败的指控 皮耶鲁奇举例 2004年 美国公司英式技术被指控在菲律宾和泰国的项目中行贿 最终通用电器吞并了这家公司 这场起诉以英式技术通用电器和美国司法部三方签署的终止起诉协议而告终 第三点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让通用电器的竞争对手退出 根据皮耶鲁奇的描述 在阿尔斯通的交易中 为了阻挠通用电器的收购 法国经济和工业事务部长蒙特伯格找来了西门子与之竞争 但这笔交易最终没有谈成 皮耶鲁奇认为 让西门子临阵退缩的是美国司法部对阿尔斯通的高额罚款 西门子担心在收购之后 自己要为阿尔斯通的这笔罚款买单 他们曾经吃过这种苦头 2006年 西门子因为贪腐事件被美方调查 最终付出了8亿美元的创纪录罚款 他们不想因为阿尔斯通再次卷入同样的噩梦 但与西门子相反 通用电器承诺收购后 全权接管阿尔斯通对美国司法部的这笔罚款 这是西门子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第四点 在人员的惩罚上 包括皮耶鲁奇在内 美国司法部只逮捕了跟印尼项目有关的三位阿尔斯通员工 而这个项目的涉案金额不足60万美元 剩下的7000多万美元的贿赂 没有追究任何人 这种选择性之法 或许只能解释为 美国的目标不在于惩罚贿赂案的罪魁祸首 而是逼迫阿尔斯通高层在收购问题上妥协 并且在皮耶鲁奇看来 这次收购对阿尔斯通来说也没有带来多大好处 最终美国司法部核定的罚款金额是7.72亿美金 但司法部拒绝由通用电器支付这笔费用 必须由阿尔斯通承担 再支付这笔高额罚款 再扣掉企业债务 新合资企业的注册资金等等费用 卖掉电力部门后的阿尔斯通账面上几乎没钱了 此外 通用电器承诺过 收购后要新增1000个就业岗位 还要将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交换给阿尔斯通 这些承诺不仅没兑现 之后还在法国进行了裁员 2016年2月 因为和法国电力公司发生冲突 通用电器在法国境内接手的58台核能反应堆 还擅自暂停了几天服务 皮耶鲁奇认为 美国通过这场交易 部分控制了法国的核电站 会使得法国以后在国际问题上 很难不站在美国那一边 而他自己所经历的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而是美国发起的一场地下经济战 美国人在法律和道德的伪装下 企图瓦解他国的跨国公司 他在书里列上了一些统计数字 算上反海外腐败法和触犯其他美国法律而引起的罚款 法国企业已经交给了美国政府120亿美元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法国的年度财政预算 并且就反海外腐败法来说 近些年的罚款数额有很大提升 从2004年的1000万美元 跳到2016年的27亿美元 而且在这些罚款中 外国企业的贡献最大 占据了罚款总额的67% 好了 皮鲁奇在美国陷阱里的字数部分 到这里就介绍完了 听完之后 你可能针对其中讲到的反海外腐败法 通用电器 收购阿尔斯通案件等事情 还留有疑问 下面我就将结合一些外部资料 讲四个主要疑问 第一个疑问 美国人凭什么能管一家法国公司 在印尼的腐败行为 主要的法律依据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反海外腐败法 这部法律颁布于1977年 目的是禁止美国人和美国公司 贿赂外国政府公职人员 之后 这部法律陆续修订了三次 到1998年 它的适用范围 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美国人和美国公司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介绍 这部法律可以覆盖任何外国人 或者外国公司的雇员 只要他们通过美国的邮件系统 进行了通信 或者使用隶属于美国的国际商业工具 进行了腐败支付 不论是电话 邮件 还是银行转账 总之 只要和美国发生了联系 反海外腐败法都可以管 不过呢 商业上的反腐败 近年来也成了很多国家的共识 在美国这部法律的率领下 1999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颁布了反腐败公约 至今已有40个国家 签署执行反腐败公约 法国在2000年也成为了签约国 签约国不仅要在本国立法反腐败 各签约国之间 也有义务进行严格的相互监督和平议 但是或许受限于国力 其他国家大多只能摆摆样子 真正能在全球范围内 推行长臂管辖的只有美国 接着 第二个疑问 在阿尔斯通案件中 美国司法部和通用电器之间 是否真的有勾结 皮耶鲁奇在书中用时间线暗示了这种勾结 事实上 收购前后 法国公众和法国官员也表达过质疑 但是对这些质疑 阿尔斯通的CEO伯克龙始终是否认的 在法文版美国陷阱出版的同一周 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也发表了一篇相关报道 对阿尔斯通案进行了详细的核实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 本书的作者皮耶鲁奇不是一个天使 他是被定罪的罪犯 而且也没有事实证据 说明通用电器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 客观上 美国司法部在全球的反腐败执法 确实可能给美国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这篇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美国达成法律和解的手段是粗暴的 合法的法律程序必须是透明的独立的 但在阿尔斯通的案子中 美国的司法程序和商业交易 令人不安的交织在了一起 第三个疑问是 关于这场交易本身 法国人把自己的工业明珠拱手让人 美国公司是不是占了大便宜 阿尔斯通这个公司成立于1928年 主业在能源、电器、运输领域 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力设备 都是阿尔斯通提供的 在中国 他也参与过三峡大坝、高铁、南京和上海地铁的运营 但是他确实分别在2003年和2014年左右 陷入了经济困难 2003年那次是法国政府通过参股的方式拯救了他 2014年有了这次收购案 根据中国电力新闻网的报道 当时西门子确实跟美国通用电器竞争 但他退出的原因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皮耶鲁奇所说的 对巨额罚金的担忧 西门子当时提出跟通用电器一样的收购方案 如果他和阿尔斯通合并 将占据欧洲三分之二的能源和运输市场 引起了欧盟反垄断方面的阻碍 其实在2017年 西门子又开始动议收购阿尔斯通剩下的20%业务 也就是运输业务 但这次收购又被欧盟以反垄断的名义否决了 并且因为西门子参与竞争 通用电器实际上提高了对阿尔斯通的收购价码 从94亿欧元提高到123.5亿欧元 而在拿下阿尔斯通的电力部门之后 通用电器也并不像是摘了一颗明珠 而更像是接过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收购以后 通用电器的股价一路下跌 2018年通用电器亏损额高达228亿美元 通用电器的CEO约翰弗兰纳里曾经说 阿尔斯通的业务表现显然低于我们的预期 从2015年后 也就是收购后的一年开始 通用电器的电力部门就在陆续裁员 2015年裁掉6500人 2017年裁掉12000人 直到2019年6月又在法国裁员上千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笔交织着司法处罚的国际收购交易 并没有像皮鲁奇所说的那样 给通用电器带来巨大财富 他们直到现在还在处理烂摊子 那么最后一个疑问是 这起看起来经济上并不占便宜的收购案 是否有更高层面的战略意义 在书中 作者写道 当时的法国经济和工业事务部长 蒙特伯格极力阻止这次交易 核心原因是 蒙特伯格认为 阿尔斯通的核能业务 法国高铁和地铁的交通业务 与法国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但当时并没有更多法国官员 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质疑 可以说 这个收购案战略上到底重不重要 法国人内部并没有达成共识 在全球来看 通用电器通过对阿尔斯通的收购 拿下了全球燃机的半壁江山 有了更强的产品垄断力 也从此重塑了全球电力装备市场的格局 成为了真正的寡头 美国陷阱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出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感谢观看